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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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邻国日本是70% 韩国也有50% 所以差距很大 我们要努力 所以通过这组数据 您想为大家送上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降低胃癌罚病率 早期筛查很关键 通过这组数据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胃癌的早筛率 是低于我们周边邻国一些主要的国家 我们知道中日韩如果把胃癌的这个罚病 这个例数加在一起的话 占了世界上70% 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 其实罚病率和死亡率是差不多的 那么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韩国 特别是日本 加强了对人群的筛查 像日本做的最多的时候 它一年要筛查1400万里 就是用内窥进来 胃进来再筛查 那么达到了他们总人口的11%左右 正因为这样 使得他们那个早期癌症 减出的不断升高 那当然死亡率就逐渐的下降 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 一个是要在饮食方面要注意 更主要是要加强早期的筛查 所以我们的忠告是早期筛查是关键 看来我们国家还应该在这些方面 像日本和韩国 也就是我们的邻国学习 来降低我们这个有关于胃癌的发生率 对的 好 谢谢凡员士的相关介绍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如何来预防胃癌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 田彦涛主任医师通过数据来给您介绍 您好 田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那么关于预防胃癌 您带来的第一组数据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在2021年12月份 我们《留一刀子刊》杂志 公布了一项中国人群的胃癌研究 我们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 你看左边的人群呢 都是没有感染油门罗杆菌的正常的人群 而右边的朋友呢 都是已经感染了油门罗杆菌的 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胃里边 都有这种小小的细菌 这样两组人群 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 监测 我们医学上叫前瞻性的观察 就发现啊 那么感染有油门罗杆菌的人群 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 非奔门胃癌的风险增加5.94倍 所以油门罗杆菌是胃癌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致癌因素 那么我们先说一说 什么叫非奔门胃癌 我们的胃呢有奔门和幽门 也就是说非奔门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胃的中下部所得的癌 我们在我们国家呢 也是占有绝大多数 因为我们说幽门罗杆菌 这个小小的细菌 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胃的幽门附近 所以我们给它叫幽门罗杆菌 所以也证明啊 这个幽门罗杆菌感染之后 它可以增加我们奔门以外的 胃癌的风险 达到那么增加5.94倍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所以通过这组数据 您想给大家送上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幽门罗杆菌与胃癌发生密切相关 最近这些年啊 也随着我们健康的科普 大家呢已经听过这个幽门罗杆菌了 但是对于这个小小的细菌 究竟是怎么样破坏我们的胃组织 最后呢 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胃发生癌变 可能这层关系 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们说幽门罗杆菌呢 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带有边毛的 这么一种小小的细菌 但是啊 它非常容易驻扎在我们胃的 幽门附近 而且呢 这种鞭毛可以死死的 趴在我们的胃黏膜上 甚至呢 深入在我们的胃黏膜的里边 可以说非常的顽固 经过我们的饮食消化 都对它无济于事 所以它可以顽强的 在我们胃里边进行生存 同时啊 这种小小的细菌 它在生长代谢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胺这种元素 我们知道氨呢 它是一种碱性的元素 而我们的胃的环境呢 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我们的胃里边的pH值呢 是一点几 这样一个强酸的环境 才有利于我们 对食物的消化 但是呢 它自身代谢会产生这些氨 氨呢和我们的 这个胃里边的 集酸的环境里边的酸 会进行中和 这样的话呢 就会降低我们胃里边的酸度 胃里边的酸度 降低了 那么这时候呢 一些细菌一些致病菌 就会悄然而生 因为环境改变了 它们平时呢 在积酸的环境当中 是不能生存的 也就是我们的胃 几乎是无菌的 因为我们的腔酸环境 抑制了绝大多数细菌的生长 但是呢 因为油脉老杆菌 它让我们的酸度改变了 环境改变了 这时候呢 一些这种致病菌 悄然而生 而且它们呢 壮大起来之后 它们在代谢的过程当中 会把我们的酵酸盐进行分解 成为亚酵酸盐 或者呢 是亚酵胺 而亚酵胺呢 它就是一种致癌物 所以亚酵胺的 这种产生和升高 就会造成我们微粘膜的癌变 所以可以说啊 这个幽门罗杆菌 虽然细菌很小 但是呢 我们却不能小瞧它 没错 因为它带给我们胃的破坏和伤害 没错 确实是很大的 它作恶多端 嗯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尽量的少感染 油门罗杆菌呢 其实啊 要想预防 油门罗杆菌的感染 也非常的简单 它的传播呢 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呢 就是我们的口口传播 说通色一点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唾液 来传播的 我们叫合餐 或者我们这个 做一大桌子 然后呢 大家在一起吃饭 互相加菜 那么不使用工筷和工勺 小小的一个动作 有可能就造成它的传播和传染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分餐制 一定要呢 让大家 建议大家使用工筷和工勺 嗯 这个不要盲目的 用自己的勺子 筷子 给家人 给朋友 夹菜 这样的话呢 一个好的饮食习惯 就可以减少 甚至杜绝 油门罗杆菌的传播 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呢 我们叫 粪口传播 也就是油门罗杆菌呢 它非常的生命力顽强 所以呢 有可能啊 污染我们吃的一些 生的蔬菜啊 水果啊 等等 那么我们再吃一些 这个新鲜的水果蔬菜 一定呢 要进行浸泡 消毒 反复的洗涤 冲洗 防止呢 刚才我们谈到 另外一种途径 也就是说 粪口传播 这样的途径的发生 所以现在我们要建立 一种新的饮食习惯 是的 也可以说是餐桌上的新的文明 新的文明也可以说呢 餐桌的一场革命 对 这种文明呢 不光是可以让我们建立更好的 这种饮食的习惯 同时可以阻断 油门罗杆菌的感染 甚至是阻断胃癌的发生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那您说啊 如果一旦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了油门罗杆菌 那是不是得赶紧啊 把它清除的一干二净 是这样的 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啊 如果说确实是阳性 建议大家啊 还是进行油门罗杆菌的查杀 其实油门罗杆菌的杀灭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用上四连药物 一般情况下 这种小细菌呢 就可以我们给它完全的杀灭 当然了 这里边也不能一概而论 比方说 年幼的孩子 不到14岁的孩子 我们建议呢 可以不进行查杀 因为婴幼儿呢 用药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同时呢 小孩呢 感染油门罗杆菌之后 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进行观察 不进行查杀 另外呢 这个孕妇 比方说也感染油门罗杆菌 我们这时候呢 也可以先不着急进行查杀 还有呢 就是合并有其他疾病的一些老年人 这个肝肾公布权呀 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 比较严重的情况 当然了 我们对老年人的查杀呢 现在年龄的限制 也越来越宽泛 比方说我们第四版 油门罗杆菌 这个治疗的共识里边 建议呢 大于70岁的老年人 可以先不进行查杀 因为也是考虑到老年人 可能会合并 其他的一些疾病 如果说在胃经啊 或者说我们一般的检查 没有发现问题 这时候呢 可以不急着查杀 因为也担心呢 给老年人带来一些 毒副作用 或者其他的一些 肝肾功能的损伤呀 加重其他的一些 慢性病的情况呀 但是我们在第六版的 油门罗杆菌 这个处理指南里边 就淡化了这个年龄的概念 一方面呢 我们现在老龄化 老年的朋友 越来越多 同时呢 现在我们的医疗保健 我们的健康意识 越来越强 所以老年人 七十八十身体验非常棒 所以呢 我们也建议 没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症 没有其他的一些 严重疾病的老年人 也尽量 如果说油门罗杆菌 是阳性 也要最好去查杀 这样的话呢 也就减少了 它这个引起胃癌的一些 相关风险 我们知道要想把这个 油门罗杆菌 彻底的给它杀灭的话 现在应用的方法是 四连法用药 对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担心啊 说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的药 会不会伤了胃了 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般的 常用的方法 就是四种药物 四连药物 两种抗生素 加保护胃黏膜和BG 这四种药物呢 吃上十天到十四天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们说 这个我们吃一些抗生素啊 有可能在杀我们 油门罗杆菌的同时 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的消化道 造成一定的影响 甚至呢可能会对 肠道的一些油异菌呢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杀灭 短暂的可能会影响 我们整个胃肠道的一些功能 但是从长眼来看啊 首先我们吃药时间 不是特别长 而且一般的 对我们一个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呢 短暂的应用抗生素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呢我们说 短暂的应用四连药物 进行油门罗杆菌的查杀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我们也会留意 这个药物造成的一些 副反应啊 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 嗯明白了 所以无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 或者呢 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们体内 确实有油门罗杆菌 那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 是不是要把这个油门罗杆菌 彻底的给它清除掉 如果有必要彻底清除掉的话 那咱们真的不应该把这个祸害 一直留在我们的胃里 否则它很有可能 就会导致我们的胃发生矮变 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看一看下一组数据 好 这一组数据体现的是什么呢 这个数据啊 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在2016年发布的 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左边呢是饮食习惯非常好 我们吃的非常清淡 我们吃的是新鲜的水果蔬菜 而且食盐量是非常低的 非常正常的 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我们右边的这个人群呢 他的吃的都是高盐饮食 而且吃的呢都是大量的咸菜啊 腌肉啊 所以通过长期的观察 可以发现 右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他的患胃癌的几率 可以增加70% 这样一个数据 那通过这组数据 您希望让大家了解什么呢 腌制食物也致癌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我老家是河北的 在我的老家呢 我们小时候最好吃的 几种食物叫 煎鱼烙饼炒鸡蛋 什么叫煎鱼啊 可能南方的朋友不知道 那小时候呢 就是把这种腌了很长时间的咸鱼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上世纪这个六七十年代 那时候冰箱不普及 所以很多的食物 都是通过腌制来进行储存的 尤其我们一些海产品 比方说咸鱼啊 就经过这种长时间的 这个高盐的腌制 就可以很长时间的来存放 我老家一位好朋友啊 他比我大一点点 我回家之后呢 我们再一起吃饭 他的饮食习惯啊 就非常的吃的 我们通俗的讲 叫非常的口重 或者说吃的非常的咸 早晨吃早点 几种小菜 这呢是这个吃上一个咸鸭蛋 边上呢还有酱豆腐 那么边上呢 还有腌制的萝卜条 这些呢还不算 它酷爱我刚才说的 这个腌的咸鱼 这种咸鱼呢 我们叫这个咸的霸鱼 这个腌制了很长时间 甚至呢 有可能都超过一年的时间 那么把这个霸鱼呢 一冲两瓣 这个裹上一层的这个面糊 然后呢 在这个油里边呢 给它这种煎一下 煎一下 所以呢最后呢 又咸又香 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呢 就酷爱吃这个 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吃到更新鲜的一些 海鲜也好啊 海鱼 我们可以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啊 但是呢 它非常热衷于吃这个咸鱼 我们想里边的盐的含量 包括油煎的过程当中 又产生很多的高油的成分 所以呢我这位朋友 多年以后 那么他找到我 他说这个突然的胃呢 会出现一些烧心反酸 这还不算 这个隐隐的做 这个胃部隐隐作痛 而且呢 最近半年呢 体重开始减轻 因为我知道它的饮食习惯 我说你赶紧做一个胃镜 一做胃镜 一发现呢 就在它的胃痘的部位 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 而且这个肿瘤呢 这个就像菜花一样 而且呢有出血的情况 甚至呢会造成了这个胃的幽门的一些不全耿阻 而且呢很 这个他也告诉我 在吃饭的工程当中 有的时候呢就出现恶心 甚至想吐 为什么这个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进一步的堵塞了我们的幽门 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生了耿阻了 所以呢我们给它进行确诊之后呢 紧急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还不错 达到了一个根治 所以我们说 他得的就是胃癌了 他就得的就是胃癌 已经不是早期胃癌了 我们叫进展期的胃癌 说通俗一点呢 已经是中期胃癌了 好在呢我们给他这个完成了 这个外科手术的治疗 现在呢也正在化疗当中 我为什么最后思考这个病例 因为我知道他的生活轨迹 我知道他的饮食习惯 他酷爱吃这些东西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 腌制食物是如何增加胃癌风险的呢 我们通俗一点就是说 吃的咸 口重 因为盐本身呢 并不是致癌物 但是呢高盐呢 这种高的渗透压 就可以直接呀 就影响我们胃黏膜的这种完整性 对我们的胃黏膜呢 就会造成伤害 所以这种高的渗透压 就会造成这种细胞的通透的改变 久而久之呢 就会出现胃的这种肿胀呀 炎症进一步发展 可以糜烂呀 出血呀 也就是说直接的 就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 同时像我们这种 储存的时间很久的 咸菜 腌的酸菜 泡菜等等 对 它同时呢 也可以含有很多的这种 亚硝酸盐的基础上 可以有一些致癌成分 亚硝胺 所以这些呢 本身也是致癌物 所以高盐损伤了我们的胃黏膜 同时这些 这种不健康的食材里面呢 还有一些致癌物 可以呢 撑虚置入 两者相加呢 就可以促进胃癌的发生 因为以前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请过营养学的专家 从这个人体需求量来说 或者是保证我们 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说 营养学专家呢 建议说我们每天呢 吃盐的量 最好不超过六克 后来呢又特别严格到说 一天不能超过五克 那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 为了预防 或者是降低胃癌的发生 那咱们吃盐的量 应该怎么样来掌握呢 所以在我们国家最新的 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 也提出来 11岁以上的人群食盐量 一天不超过五克 原来是六克 现在呢等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少有五克盐 这样一个量 但现在绝大多数人 这口都挺重的 是不是我们通常情况下来说 这个吃盐的量 每天都是超标的 没错 您说的非常对 原来我们国家 也做过这方面的调研 我们国家呢 一般的食盐量 达到了12克以上 现在呢依然呢 超标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常见的 稍不留神呢 我们可能就超过五克 所以在这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拿一个 300克的螺蛳粉 在一个小吃来说 100克的螺蛳粉里边 就可以有1.5克那 换算成盐呢 就是3.8克 如果说我们300克的 一个螺蛳粉 那里边的食盐量 我们换算以后呢 达到了11克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 吃的这样一个小吃 稍不留神 它本身这里边的食盐量 就超过了我们一天的 需要量 而且呢有可能 这个成倍的增加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把口中的 这个坏习惯 改过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看下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 体现的是胃癌 和饮酒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表在中国慢性病 预防和控制里边的 那么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告诉大家 银酒可以把胃癌的 发生几率提高82% 很高啊 很高了 那通过这组数据 你想为大家送上 什么样的健康忠告呢 酒精会大幅提升胃癌风险 在您的病人当中 有很多酗酒的朋友吧 是这样的 这个因为我们说 胃癌啊 是一个生活方式癌 它和我们每天的 那么生活方式 我们每天怎么样去吃饭 怎么样去生活 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呢喝酒 那么可以增加胃癌的风险 在这儿我先给大家 带来一个 也是我的一个患者的一个例子 我一位患者呢 现在六十几岁 那么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创业 这时候呢 他为了更多的客户 这个中午晚上 请客户吃饭 免不了啊 应酬喝酒 但是呢 这个企业也做成了 生意做得也不错 但是他自己啊 养成了一个喝酒的一个 成瘾的一个习惯 所以现在工作不那么忙了 依然呢 变成了一天两顿酒 而且呢 他一个更为不好的习惯 喜欢喝高度白酒 这样的话呢 几十年过去之后 他也是 渐渐地出现了一些 胃不不合适的症状 那么到我们院来检查 我一看他的情况 那么 这个症状 都是一些 胃不不舒服啊 隐痛不适啊 甚至呢 都出现了一些 黑便的情况 我一看有可能是 胃出血的一些表现 我们也是给他进行 详细的检查之后 那么发现了 他是一个 已经不是特别早的胃癌了 所以我们说 长期的饮酒啊 和我们胃癌的发生 是会有很大的相关性 就会造成我们 胃黏膜的一些改变 久而久之呢 就会引起胃癌的发生 我相信有过饮酒经验的朋友们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当喝下一口高度白酒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从喉咙一直到胃 火辣辣的 火烧火了的 对 特别的烧的话 没错 所以可见酒精 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条消化道 刺激性都是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会导致我们的 胃部受到酒精刺激之后 就会发生癌变呢 是这样的 刚才说的非常对 我们在大街上 也会看到烧伤的朋友 那么就是因为大火啊 或者其他的原因 把它变得这个面目千非 其实酒精也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每天 长期的大量喝高度酒 那经过我们的消化道 刚才说的这种火烧火料的感觉 其实啊 就是对我们的胃黏膜的 反复的这种烧伤 或者是灼伤 而久而久之呢 就会发生它的癌变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道具呢 帮助大家来认识 您这准备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手里拿的呀 右手呢 是一个鸡蛋的蛋清 左手呢 我拿的是高度白酒 因为我们呀 我们的胃黏膜 和我们的蛋清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种性质 现在啊 我们把高度白酒 放在蛋清里边 我们看一看 会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 模拟的就是 我们喝完了高度白酒之后 我们的胃黏膜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 看看高度白酒 对我们的胃黏膜 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 伤害和改变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 那么我把白酒 放在蛋清里边之后 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搅拌 就可以看到一些 白色的一些续装物 也就是蛋清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改变 而且出现了白色的沉淀 已经有续装物出现了 这说明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上去之后啊 就跟鸡蛋汤一样 也就是我们的高度白酒啊 对我们和蛋清一样的微黏膜 就可以造成直接的损伤 所以有反复的 常年的 日积月累的 和高度白酒 就会对我们的 胃黏膜 食道黏膜 甚至口腔 咽喉部的黏膜 都会造成 这种反复的伤害 所以久而久之啊 日积月累 那么肿瘤的发生呢 就会不远了 这个实验的视觉 冲击效果实在是太强烈了 估计好多朋友看完之后 都不再敢喝高度白酒了 是 那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 究竟也会使我们的胃 发生癌变吗 没错 长期也久啊 也会改变我们整个胃的 一些环境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胃呢 是一个强酸的环境 但是长期饮酒之后 大量的酒精 会让我们的胃的酸度降低 刚才我们也谈过 那么胃的酸度降低以后 就会产生更多的细菌 这时候呢 也会产生更多的代谢产物 这些代谢产物呢 也会促进胃癌的发生 同时啊 酒精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溶剂 本来我们其他的一些 致癌物 那经过我们的胃肠道 就可以代谢掉 随着我们的大便 小便 就可以排泄掉 但是呢 经过酒精的溶解 也增加了 其他一些代谢产物 一些致癌物的 那么增高的一些几率 也会增加 患胃癌的相关风险 而且好像国际上 已经把酒精认定为 是一级致癌物了 没错 酒精呢 不管饮量多少 这个只要你饮用酒精 那么它就是一个 和胃癌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就要做到 那么滴酒不沾 可能很多爱喝酒的朋友 听到这儿呢 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 尤其是当我们出现 比如说 胃部有一些 烧灼感啊疼痛啊 或者是不太爱吃饭啊 消化不良啊 这些症状 之后 那到医院 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才能够明确 我们的胃是不是 已经出现了癌变呢 当我们出现 比如说 胃部有一些 烧灼感啊疼痛啊 或者是不太爱吃饭啊 消化不良啊 这些症状之后 那到医院 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才能够明确 我们的胃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癌变呢 所以我们胃啊 这个也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们胃 可以有很多的检查 可以来明确诊断 比方说 我们可以先抽一个血 看一看 胃癌啊 有这种它相关的 一些肿瘤标之物 抽血化验 比方说 我们有几项指标 像CEA啊 这个艾培抗原 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看它 是不是有升高 如果说升高了之后 有可能呢 胃癌的发生呢 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啊 如果说这个指标 是正常的 那就 没有胃癌的发生吗 不一定 也就是说 只有少部分的 胃癌患者 会出现它的升高 那另外一部分患者呢 可能自始至终呢 它是正常的 所以呢 因为胃癌里的指标 都是正常的 但是癌变已经在胃里面出现 没错 甚至一些 这个中晚期胃癌 它也不一定都去升高 所以有一定的 这种敏感性和特异性 我们不能只依靠 肿瘤的标志物 来进行检查 那怎么办 除此以外呢 我们会有一些 更进一步的一些 检测的一些手段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做一个 背参造影 也就是我们到这个 放射科 影像诊断科 那么我们喝一点造影剂 去到X光基下面去看一看 我们的胃粘膜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图 就看到胃的大弯侧 我们可以叫充盈缺损 也就是我们在胃的大弯侧 已经发生了肿瘤的情况 这种检查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喝一点造影剂 可以说是一种无创的检查 大家也非常容易接受 但这一种检查呢 对一些早期的 特别早期的 那么胃癌病变 特别早期癌 有可能呢 不容易发现 当然在这一个基础上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 影像性检查叫 增强CT 我们做一个CT 看一看这个胃壁 有没有增厚啊 这个胃膜面是不是光整啊 黏膜是不是光整啊 等等 如果说像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胃壁有增厚的一些情况 我们有经验的 影像科诊的医生 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的胃壁有增厚 同时呢 淋巴结有没有肿大的情况 就告诉我们 是不是一个胃癌情况的发生 所以增强CT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告诉我们胃癌的诊断 除此以外 我们可以通过胃镜的检查 直接看一看 我们胃黏膜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胃镜的检查 看看我们的胃黏膜 是不是光滑呀 有没有水肿啊 同时呢 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病变呀 甚至一些比较严重情况的发生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视频呢 是我们非常正常的胃的黏膜 我们看到整个的胃的黏膜呢 随着我们的镜子往前进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胃黏膜呢 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柔嫩 我们看到表面上呀 还有少许的黏液啊 可以看到胃黏膜的一些勾回 这是正常胃黏膜的一种正常表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胃炎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到整个的胃黏膜呀 我们叫鸡皮样变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一些 大大小小的一些小疙瘩 这是一种萎缜性胃炎的一种胃镜的表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染色的胃镜表现 我们看到视频里边有一个凹陷的一个部位 那么就是一个表浅的奎养的一个早期胃癌的表现 所以这样一个早期的胃癌呢 我们通过染色内镜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就可以非常明确的来锁定病变的部位和大小 再加上病理学检测呢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进行确诊 同时呢在这一种胃镜的基础上 我们对可疑的病变 可以通过我们的活检钳子 可以对这种可疑的病变进行活检 活组织检查 我们对可疑的地方可以给它取到这么几块 然后呢我们结合病理科医生的 病理切片的这样的一种观察 可以从显微镜下 看看这个病人的病变的情况的严重程度 比方说是不是炎症 是不是亏养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那么癌变 甚至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癌的情况 可以有比较明确的我们说 筋标准定性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为后续的治疗呢 就提供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保障 那有的朋友呢 就担心这种一般的胃镜 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 那么我们可以有无痛的胃镜 也就是说在我们除了我们胃镜检查的医生以外 我们可以有一个麻醉师在患者的旁边 给患者呢这个静脉用上一点这个麻醉药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每每地睡上一觉 来做一个无痛的胃镜 接受检查的朋友可以全然不知等醒了之后 胃镜的检查呢所有的操作都做完了 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的体验 好像还有一种能吞到肚子里面拍照的内镜的检查 也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胃的情况的 是我们更为高科技的有胶囊内镜 也就是说就像一个小小的感冒胶囊一样 我们喝一口水就把这个胶囊呢 这个送在了我们的食管甚至胃里边 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光滑的一个摄像头的一个装置 这样的话呢它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食管啊胃啊 甚至我们整个的消化道啊肠道都可以呢 这个详细的记录下那么拍摄的东西 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 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消化道啊 我们食管的情况胃的情况 甚至包括肠道的情况 但是它的缺点啊这个我估计您可能也想到了 就是说它没有像我们普通的胃镜一样 可以呢取到我们活体组织的这种病理学 也就是只是留下来影像资料啊 如果说对一些可疑的一些病变 我们还要进行我们常规的 或者说无痛的胃镜 来进行活体组织检查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明确的 那么得到这种这个诊断的一些结论 明白了 其实我们医生观察 胃部变化的手段和技术是很多的 很多的 也可以大大的减轻病人的痛苦 关键就是这些朋友 有没有意识及时的到医院去观察 自己胃部的情况 没错 也就是生活习惯不好的这些朋友 那么在这种长期的日积月累的 不良习惯的这种驱动下 有可能呢 胃癌发生呢 就会比我们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 会几率会高出一些 所以这些高危人群呢 更要接受胃镜的检查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组 有关于胃癌的数据 好 这一组数据体现的是 胃癌和年龄的关系 据我们中国抗疫协会的数据显示啊 那么我发现 现在年轻的胃癌越来越多 那么上世纪70年代 我们30岁以下的年轻胃癌 只占到了1.7%这样的情况 而现在呢 我们30岁以下的年轻胃癌 达到了3.3% 所以说我们年轻的胃癌啊 可以说增加了一倍 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那通过这组数据 您想要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健康证告呢 年轻人也要注意防胃癌 在您的病人当中 年轻的胃癌患者多吗 年轻的胃癌非常多 我也遇到一位 非常年轻的患者朋友 他是一位30岁不到的一位 外卖小哥 在让我开病的时候呢 我看他的状态啊 非常的差 这个体质呢非常的消瘦 那么我在问病史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 一系列的胃部不合适的一些症状 我们就马上进行了 一系列的检查 确诊了 他是一个非常晚期的胃癌的情况 那么他的肿瘤呢 从胃已经长透了 侵犯到了横结肠 我跟他深入地聊过 这位朋友呢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 也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 一个工作业绩 所以他呢 吃饭 就是鸡一顿 饱一顿 甚至有的时候呢 这个 在等单的时候 临时呢 有几分钟时间 买个烧饼啊 或者买块大饼啊 坐在马路牙子上 就完成了一餐饭 甚至呢 晚上呢 也要为了接夜单 甚至凌晨呢 也会出去去工作 甚至有的时候呢 他也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比方说 躺在那啊 这个晚上还很兴奋 玩玩手机啊 所以有这些熬夜的一些习惯 所以我们说年轻人呢 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觉得说 那么恶性肿瘤 尤其胃癌 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 年轻人我们 这个我们的胃是钢铁侠 我们这个吃什么喝什么 没关系 其实啊 现在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从数据来看 年轻的胃癌呢 也在增加 我们有好多的年轻朋友 那么生活习惯不好 这个吃喝无度 晚上呢 熬夜呀 吃夜宵啊 当然又有客观的情况 工作到很晚 饿了 那么又大吃大喝 在这呢 我还有另外的一位患者朋友 刚刚22岁 他还在上学没有毕业 那么整天呢 在房间里边打游戏 这个性格呢 也非常的孤僻 不怎么和别人交流 那饿了呢 就点外卖 喝点饮料啊 这个随便点一些高油高盐 甚至一些不健康的一些外卖呢 吃的也不及时 这个孩子呢 就在国外上学的过程当中 插出了也是一个晚期的胃癌 我们给他这个进行了转化化疗之后 我又给他进行了手术治疗 术后呢 又增加了辅腔的热灌注的治疗 整个过程呢 我们说花钱很多 这还不说 那么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的治疗过程 但是这位年轻的朋友呢 也已经离开我们很长时间了 您刚才提那位卖卖小哥 真的是听完他的故事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按时吃饭 吃得好 然后自己饥一顿饱一顿 没错 他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呢 忘记了自己呢 也需要自己来呵护 而您讲的那位22岁的男孩子 得胃癌最后走了 离世的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更是给我们敲醒了一气警钟 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现在 很多年轻人的饮食习惯 和作息的习惯 点外卖 睡得晚 熬夜抵抗力差等等 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 你对它不好 它一定会反过来报复我们 没错 所以我们呢不要有侥幸心理 年轻人呢 不管我们在写字楼里边也好 或者我们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那都要 那么我们有好的饮食习惯 同时呢有好的生活习惯 另外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有好的一个情绪管理 如果说我们经常是一些焦虑抑郁暴怒的一些情绪 那么这时候久而久之呢 也会通过我们的情绪 影响我们整个的体液 影响我们整个的免疫力 最后呢也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 也会悄悄的 那么有可能胃癌就会发生 从大数据从我们流行病学调查都发现了这一点 在这儿我想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那么在古伊斯兰的时候 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这边呢拴着一只小山羊 那么在它几米的地方呢 有一只虎视眈眈的一只狼 这个狼呢一直想挣脱锁链 来吃掉这只小羊 就让它俩呢只能四目相对 但是呢不能够发生肢体接触 非常残酷的一个实验 就这种一种情形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给这只小羊给它做一个解剖 就发现它的胃里边全部布满了出血点 也就是这种不良的情绪 这种焦躁恐惧 那么就可以发生胃的黏膜的损伤 所以我们这种视觉的冲击 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的传递 通过我们的下丘脑 通过我们整个的神经系统 通过我们的体液免疫 我们一些炎症因子就会增加 这时候呢我们的胃的神经末伤 这种活动的一些信号会增加 胃黏膜呢血管会痙攣收缩 就会出现一些缺血的情况 所以这时候呢就黏膜就会出现坏死 那么甚至会出现出血 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呢 它给我们传递一种信息 我们的压力我们的情绪 一定要想办法去调整好 否则的话呢久而久之 那么也会通过整个的我们体液 神经系统 整个的通过我们的脑肠轴 也会影响我们整个消化道的健康 所以综合今天您提到的这些 有关于胃癌的引发的要点 处在这样的一些 诸多影响我们胃部环境的 不好的因素当中的时候 真的应该好好地管理 我们的胃部健康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 从自己做起 从自身做起 改变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 不良习惯 就可以远离肿瘤的发生 好 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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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晚 drip 下期节目